今年农历七夕落在国历8月4号 传说是牛郎与织女一年之中唯一祥会的一天 也因此成为象征爱情的传统节日 不过浪漫之余也有民俗上的禁忌要注意 尤其是碰上虎年和鬼月 秘理专家就提醒有八项禁忌绝不能犯 农历7月7号是传说中牛郎和织女一年中唯一祥会的一天 但今年适逢虎年 以农民历上来看是诸事不宜的大凶之日 秘理专家小孟老师就提醒 有八项禁忌民众万万不可犯 想要吃七夕大餐的情侣们要尽量避免吃牛肉 因为牛郎过去的工作就是照顾牛只 吃牛可能会冒犯牛郎 让情侣之间容易发生冲突或争执 再来七夕的穿着也有所讲究 因为织女过去的工作是织布 若是穿上带有破洞的衣裤 可能会代表感情出现缺憾 未来可能会有难以弥补的裂痕 导致感情结束 另外七夕时搬动小孩的床铺 容易惊动到床母对小孩的加持力会减弱 也希望家长不要打骂小孩 恕怒床母 而祭拜床母的贡品 千万不可以选择鱼 酒青菜 瓜子和摆放筷子 床上也尽量不要摆放玩偶 而依照农民来看 鬼月7月7号是吉音月也是吉音日 在七夕这天提分手 不但未来不会幸福 也很不容易被牛郎之女祝福 以上的民俗禁忌也提供民众参考 继续沙家会台东西报道